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一位韩国网友 一位人气女团ESPA发行的 这两首歌而考虑离婚的消息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根据媒体报道 最近一位网友在一个需要职场认证 才能加入的论坛上上传了一个标题为 自称是35岁男性的这位网友表示 我是ESPA成员云头的粉丝 我的妻子比我小三岁 我并不是那种会跟着演唱会跑 或者把背景画面设成艺人的粉丝 我只是因为喜欢听ESPA的歌 看到了云头短访很适合她 就成了她的粉丝 我从来没有买过周边货专辑 只是如果有人问你喜欢哪个idol 我会回答我是云头这样的粉丝 而问题发生在 ESPA发行正规第一张专辑回归的时候 这位网友表示 这次ESPA要发行正规专辑了 我就问老婆 ESPA的正规专辑要出了 要不要买一张 因为我是他们的粉丝 也想知道现在的专辑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考虑要不要买一张 结果老婆脸色一变 严肃的则被我说 你知道你和ESPA成为的年龄超过10岁吗 真恶心 网友表示 听到恶心这话我很生气 所以我马上回她 岳母不也是跟着歌手穷东文到处跑吗 那岳母也很恶心吗 她连周末的家庭聚会也要避开穷东文的心承 她还加入了粉丝团 所有的签名会也都跟着去 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不过尽管网友这样反驳了 她的妻子仍然对她不断说出恶心变态等侮辱性的话 最终这位网友透露 她正在考虑离婚 她表示 我想买超过10张ESPA的正规专辑 并把它们全部铺在客厅上 因为有孩子我不能离婚 这让我感到很委屈 妻子从昨天开始就一直紧闭嘴巴不说话 但我真的想离婚 继上次TUBA2养军之后 又是因为IDOL而导致情侣吵架的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请多尊重自己的配偶吧 拜托 这件事里妻子的态度真的很严重 丈夫说喜欢年轻漂亮的女生 妻子感到嫉妒是很正常的 而且恶心这个词 也许只是妻子开玩笑说的 但丈夫可能认真对待了这句话 应该自己是一个将艺人当作是类似恋爱对象的人 才会觉得丈夫喜欢IDOL很恶心吧 丈夫应该很辛苦 不过作为妻子她在旁边能看到所有事情 甚至能感受到丈夫的情感 所以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买不买专辑和周边 而是丈夫的情感表达方式可能让她觉得不对劲 有时候人们会对别人产生单方面的幻想 只是喜欢个IDOL而已 妻子的话也太过分了 就跟老婆说对不起吧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而且夫妻仇将 把其他家人卷入好像也不太好吧 对于因为喜欢Winter被妻子说恶心的这位网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 下个消息是 女团Pilly的所属公司公开了对于持续在脖子上 对成员留恶性酸言的粉丝账号 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6月17号 Pilly的所属公司声明表示 最近透过交流平台Proper 发生了多起粉丝违反礼仪的情况 由于过去艺人不希望进行举报 因此未采取特别措施 但由于以下言论的持续出现 回日本去不要再回来 回日本去不想再见斗你 不要亡羊补牢 为什么不看我 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了 清醒点过日子吧等等 为了保护艺人 我们判断不能再对当前情况视而不见 将对相关会员进行举报处理 Properny称 自公告发布时期 被举报的会员Proper回复 将不再显示给艺人 若今确认在线上或线下 有进一步的言论 对艺人造成心理不安 相关人士将永久排除于 所有粉丝活动之外 这位粉丝就在最近 也给成员Tiki留言过 Tiki啊 如果去那种活动的话 比起不认识的人 至少应该找找Pilly 给Pilly打个招呼 算了 你没有问昨天我过得好不好 我要死了 你去死吧 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那个人真是精神有问题 Tiki这段时间 承受了不必要的心灵煎熬 真的辛苦了 啊 这些都是同一个人发的吗 看到这些 为什么不看我 为什么这么快就走了之类的话 感觉像是战姐 拜托 别对你的本命发疯 我觉得公开处理做得很好 忘掉那些恶评 只看好的留言吧 对于为了黑而黑的算命黑粉 公开出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些问题 对于调子 还没听到 只是调子 公开查到 都还不韩张 所以呢 别的 做了 似乎 这么教性 Ant 你 为什么 我 虎 物 ikt 我 虎